新山丹 郭文贵 邹增 好 今天会非常安闻 我们上课的时候 如果健身不激的話 建議起來走一走 好,來 因為 台地都聽不懂 一半 一半一半 因為那個 我們 傳統過去的 教育過程裡面 我們對中國的歷史 軸跡度會比世界神奇還要多 那我們 頭腦裡面刻畫的都是那些 五千年的那些觀念 那 上這個課程是因為希望 幫大家銜接一些跟世界史 有關的東西 以及我們現代文明 為什麼美國會那麼強大 為什麼 我們今天在講的國際法理 我們會去告美國 是什麼原因 大概有一些歷史脈絡 希望讓大家知道 那如果我們欠缺這一塊 我們不知道現在世界 所謂的西方文明 他們的腳步是在往哪一個方向前進 這是我們很缺乏的一塊 所以才會有這個 這個課程 的那個安排這樣子 那 我先來講 這個課題是 美國時間 你有沒有聽過美國時間 這個名詞 有 你聽美國時間這個名詞 是什麼意思 你聽到那個是什麼意思 你聽到那個是什麼意思 詐字 不是美國時間 而不是英國時間 不是日本時間 不是中國時間 卻是美國時間 我是從我的語言經驗裡面 去思考這個議題 要怎麼去發展 然後才思考 它有道理 它不是沒有道理 美國時間不是一個 時鐘 放著一個美國國情 就是美國時間 太 時間 它又表示什麼意思 中文跟英文 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 英文一個單字 它有很多的意涵 它在不同的時態裡面 不同的 那個語句的位置 它代表的意義不一樣 代表的意義不一樣 當然我們的語言 它的文字跟語言很接近 那我們的文字跟語言 會比較疏離 時代雜誌 為什麼不翻成時間雜誌 我怎麼是翻成時代雜誌 它有時代的意思 也有時間 1923年的時候 時代雜誌就有了 但是時間 時代 還有幾倍的意思 那為什麼會翻成幾倍 因為我們做一件事情 需要一個鐘頭 那做了那件事情 的兩倍 就需要兩倍的時間 所以它用times 來做倍的計算 我們在美國的時差 大概12到13個小時 時差 這是美國時間 我們理解上 我們開始現在對美國時間 這四個字去理解 它有什麼意涵在裡面 什麼是美國時間 來 你有騎腳踏車騎到這樣子多嗎 為什麼 為什麼人家 西方 我們所謂的極限運動 為什麼人家騎腳踏車 會騎到這樣 我們騎腳踏車以前 有在戴安全帽嗎 沒有吧 我戴安全帽的時候 我們理解上 安全帽是速度很快的時候 保護頭部的 假踏車不會快到 剛好頭吧 人家為什麼要戴安全帽 為什麼要做這個 你知道嗎 這種東西出來 給我阿嬤看到 他會怎麼講 呵呵路 你不走 你要聽什麼 我說東西 東西嗎 思想差異很大 有玩過伴侯嗎 這個 阿嬤阿嬤看到是嚇死人 攀眼 阿嬤阿嬤會覺得說 你們年輕人很奇怪 那什麼運動不做 你要去爬牆壁爬石頭 爬山不就是 拿一根拐杖 然後走個山路爬嗎 為什麼你們 那什麼 防護設備 也沒有啊 就去爬那個石頭 後面有什麼東西 支持了這些人 去做這個事情 跳傘 阿嬤會說 吼 我身中就爬起來了 你在這幾張圖片裡 看到了什麼 冒險 看到了 一種 成就 看到一種 突破 看到一種 改 面對 危險 改 面對 不可知的 情況 有沒有 這個有時候 它 一般來說 安全等級的那種 滑雪是那種 遊覽車掉到 那個山頂上 然後它滑下來 就是一般的 那這個比較高級 它是直升機坐上去 它會直接從事 跳下來就行了 那後面可能跟著雪風 藝術上也是 我們以前 我們覺得一個小孩子 畫畫畫得很好 是他把東西畫得很像 可是現在 藝術已經開始一直進步 不同的時代的藝術 的畫作也是進步 從什麼 寫實派 抽象派 野獸派 等等 這種 印象派等等 這種 慢慢進步 到現在 欸 開始在畫的東西是 平面畫出3D的狀態 時代一直在進步 可是我們的認知 停留在哪裡 我們受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給我們教育 我們停留在很原始的狀態 連台灣人民的信仰 都停留在很原始的狀態 沒有進步 在每幾天就原宵節了 今天 今天去鹽水 做一次 大家都知道 不是 今天去鹽水會 做一件 每年例行性的事情 對啊 叫做汙染 風泡 全台灣的 全台灣的 那些民俗 傳統民俗 都失去他原來的意義 然後開始越來越大量 規模越來越大 然後造成了生態的影響 鹽水公泡 鹽水公泡 宜蘭 天燈 還有什麼的 台東的炸彈 還有東港的燒王草 有沒有 那一生的一半的 整隊的運勢出去 還有進步 沒有耶 如果說到這裡 我相信那些民俗信仰 一般的人 就走起來了 我不是在攻擊和批評 我要說的是 人們行天公都可以不燒香 為什麼這些東西不能改革 你們這些 這些信仰其實是可以變革 可以進步的 為什麼沒有進步 而且還停留在原始的狀態 我去分析它背後的原因 漁民是一個動機 一個動因素 另外一個 它跟某種層面的經濟體 是拔不開的 你要想想看 北港媽祖如果不要 就是 媽祖命令信徒不要再燒香 不要再燒金子了 旁邊那些有多少店家要換掉 大家要想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關都掉 那是一個 結構 這個人是誰知道的 可是 就是他的肖像 後來一直不但有人在 藉著他的肖像做創作 表示什麼 創意來自 他有一個根本的基礎 你沒有這個人 沒有這張照片 你怎麼再繼續在他原來的 基礎上面做創作 他有一個實體 有一個基礎在 這個也是 有沒有 你知道他是誰吧 但我跟你說 你腦袋的 他跟現在這一張的他不一樣 這個是吃過雞排的對不對 牛排 他有一個 你既有的 我們放在我們腦袋裡面 既有的印象 而且他是真實的 有一個真實的 這樣的一個圖畫 西方人民一直在他們 過去的文化的裡面 找元素出來 再做創新 可是中國裡面 中國文化裡面 這種東西比較缺乏 沒有的話就要自己 完全從零開始創造 可是我觀察了 我們這七十年的教育 我們對中國文化 就停留在幾個階段 小說文學 就是 愛情小說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所有的舞蹈 大概就停在三國 然後 不是科幻 那是 那種虛幻的 然後魔怪小說 就是 那個 西遊記 我們到今天 我們到今天 所有的 電影 電視劇 遊戲 等等創作 還是那個雛行 在那邊 沒有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你看到現在所有的電視台 大概都要演宮廷劇 宮廷劇 就玩那一套 然後偶爾出一個三國的東西出來 三國的那些東西的元素 一直在新的東西 你有時間的時候 你會去學一個樂器嗎 會學一個廚藝嗎 會學一個畫畫嗎 會做一些 你曾經想要做 但是還沒去做的事情 有嗎 不會 台灣人不會這樣 台灣人能夠盡量使用自己的時間 來換取金錢 來賺錢 這是台灣人現在的性格狀態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會提醒 這個年輕人是沒未來的 年輕人是沒有未來的 我問了一個 現在在讀碩士的年輕人 我跟他講 台灣的這些地位的狀況 我們的現狀的問題 他回答我一句話 你想這有什麼用 等你成功的時候再來跟我講 我在跟他分享我們台灣的現狀的困境的時候 我希望引起他的共鳴 一起來努力 而不是說 等我做到什麼總統 做到什麼地位我再來做改變 那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把時間花掉了 你有時間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你今天為什麼有時間來這邊上課 在這個寒冷的天氣 在溫冷的背後不是更好嗎 我們要去思考 我們為什麼要來上課 你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你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這個老伯 五十六歲 你上網搜尋這個 You rise me up 你就可以看到他 在拍這個影片 然後他唱的這首歌 You rise me up 這首歌很感動 這個是在一個寒冷的街道 還下這裡 然後呢 我這張照片要跟你傳達什麼意思 他這邊有放一個帽子 他唱完歌之後 有人投了錢給他 這個動作 在我們東方的世界 文化裡面 跟在西方的意涵是不一樣的 這個動作 在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文化裡面 我們認為說 啊 真的出來探架 賺口飯吃的 我施捨給他們 我們在唱歌的時候 沒有那種欣賞的角度 我們是 真的要出來探架 有一個氣氛熱鬧一下 所以台灣人對那種 學藝術美術音樂的 很看 很怎麼樣 很親視這種領域的人 這也出現在我們的父母 兒童教養身上 如果一個孩子 學那個 口琴好了 或者是學鼻子 吃飯過年的時候 你就會說 啊 來表演曲啊 大家快樂一下 你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表演當什麼 愚性節目 愚性節目 就是次要的 你把它當藝術表演 它就是一個重點 一個主要 來表演一下 魔術 來表演一下 西方世界不是這個 它是有一個舞台讓你去表演 去展現你的能力 回到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這個東西 丟給一下 丟下去的全是施捨 在西方的世界裡面 它不是 它是什麼 謝謝你在寒冷的天氣 唱這首歌 溫暖我的心 謝謝你唱這首歌 提升我的靈魂 謝謝你在這個寒冷的天氣 謝謝 發送你的溫暖 感謝 感激 是一種 回饋 這個世界 這個東西 在西方世界是這樣的 我們東方而美沒有這種東西 可是我們會 我們台灣 看這種東西 會看到更 更淺的東西 叫做 所以我們 文化 涵揚 其實是很 表層的東西 我們沒有動東西 為什麼 被摧毀掉 所以 我們哪有那個時間 喝下午茶 我一直想不懂 我們的 小孩子的 平均 就學的時間 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 平均就是這樣子 加補習班 那個補習班都要去掉 日本都不用 到下午三點半左右 就結束了 歐美當然就更少了 我們的工作時間 今天也是早上你七點就要出門了 你要上一個八點半 因為 沒有那麼早出門 你去塞車 下午 雖然 明定五點半下班 大概也都會拖到七點 你是十二個小時去 我們的工作時間 比別人還長 我們的讀書時間 比別人還長 但是我們的競爭力 卻沒有比別人還好 為什麼人家 我去過法國 他 他可以做生意 做到下午兩三點 然後就收了 他在哪裡 他每次這樣過啊 也很好過啊 那我們 早餐店可以開開開開到 變晚餐店 我們那麼努力在賺錢 是什麼原因讓我們變成這樣子 那我們那麼努力在賺錢 為的是什麼 我們的精神跟價值放在哪裡 好 我們精神跟價值放在哪裡 那是賺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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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 時間等的金錢 你同意這句話嗎 你同意這句話嗎 時間等的金錢 這也是一種洗腦 我們長久以來被人在講說 時間等金錢 時間等金錢 生命 你的壽命的長短 才可以等於時間 但時間 不一定轉換成金錢 像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 他的時間 他的時間永遠變多 但是他的時間 不可能轉換成金錢 所以你的時間 是怎麼去轉換 很有效的價值 我在這裡不是在 大家訊話說 大家都在病床這樣 不是這樣意思 我是在說 我們在修科這個議題 是我們去台灣 今天就變成像這樣 沒問題 年輕人 年輕人 大概比那 吹頭路做哪 22K 讀到碩士頂多 28K 大家都碩士 大家都沒有碩 台灣的困境道理 在哪裡 人類必須問的問題 Who am I 我什麼人 台銘政府依據國際法理 你找到 Who am I 我們的國際法人的問題 根源在哪裡 我 am I 我是什麼人 我是男嗎 人跟動物的差別在哪裡 大家可以說說看 避免睡著 你覺得人跟動物的差別在哪裡 蛤 人跟動物的差別 不可以算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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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有 選擇 選擇 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還有嗎 有沒有 思考 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什麼 智慧 智慧 你定義一下 什麼叫智慧 智慧 智慧是很猛筒的概念 片腦有沒有智慧 你現在發展人工智慧 對啊 你手機說 現在幾點 你看到電話說幾點 什麼叫智慧 人跟動物有很大的焦點 人跟動物都有感知能力 但是 我對感知能力是處於反射的 就是在動物的層面 但是如果你是經過表達的 表達跟反射差在哪裡 就是我熱的東西碰到會燙會熱會痛 這就是反射 然後就會散開 但是我們碰到會熱會痛 我們會表達 我們也會散開啦 當然本人上都會散開 但是我會表達說 欸這個很燙 然後讓我們的同類知道說 欸這個東西很燙 很危險 人類 有這個跟動物的差距 還有很大的明顯 沒有動物會拿東西擦屁股 有沒有 對阿 他不會拿一個東西 創造一個東西來擦屁股 多數的動物都是結束之後就很感知 還有一個 人類有超自然的傾向 在宗教學裡面叫做那個宗教意向 宗教傾向 就是說 我有看過人家紀錄片是大象 對於他死去的那些傾向 不是傾向 他會去懷念那個地方 好像會跑到那邊繞一下 有這個動作 但是只有人類 對於未來的時空 我們說靈魂啊 超自然啊 這些 形上的東西 有一個傾向 也就是說 我們對神靈 有一個概念 動物沒有這個東西 動物沒有什麼東西 很特別 所以 What am I 在問這個東西 Where do I come from 我從哪裡來 這都是精神上面的問題 What am I 我現在在哪裡 美國精神 美國時間裡面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東西 What am I 這個是他們很大的動力 我在哪裡 他要去認識 這個環境 因為 Am I going 我將來要去哪裡 這都是 問題都是時間 這裡面背後都有一個時間的因素 我將來要去哪裡 不只是我現在的身體要去哪裡 包含我的精神 意志 將來要去哪裡 西方世界 這個東西很明顯在主導著 這個文明的發展 很明顯 很明顯 What am I 我是人啊 是一個會 朽壞的肉體 所以戰爭的時候 我要保住我這個人 所以 能夠派傭兵去替我死 那就先派傭兵 能夠在亞洲建立防線 先建立防線 先不要把戰爭帶到我本土來 你大概看出那個端倪了嗎 能夠發明 無人 駕駛的飛機 因為我培養那個駕駛員 他最近死掉了 就一條生命不見了 那能夠發明那個東西 將來有 機器的 那個士兵 機器人的士兵 對 就派這個去 對 但是我說的是 為什麼他要做什麼 對 因為他知道 人會死掉 機器死掉沒關係啊 所以機器再做出來 就打就好了 打仗最後 會變成無人的 為什麼會用成按鈕按飛彈 然後對方就完全逃響兼明 甚至現在 美國的 所謂的獵手行動 他對那些恐怖分子 恐怖組織 都只要把頭 砍掉就好 換一個頭 為什麼 因為大規模毀滅性的 武器 非常的殘忍 而且破壞之後 要再重建 花費很多的 資源 所以他從歸爾爾曼 我這些都是資源啊 我能不能在衝突的時候 把損害降到最小 這個就是戰爭法 在談的事情 戰爭法在談的是有 次序的 有法律性的 然後 有條文的 條約的 然後彼此在一個 某一種範圍的 遊戲規程內 衝突戰場 那戰爭怎麼開始 怎麼進行 怎麼終止 怎麼結束 怎麼簽約 就是戰爭法在談的 今天台灣的問題 就是二戰之後 殘留下來 還沒有解決 所以我們才要 所謂依照國際法 回到原點 美國他們很早就在講這個東西了 認識這個世界為什麼是如此 這個我等一下會看得比較細一點 來 你認為現在這個世界的情況好嗎 不好 那你認為這個世界需要改變嗎 有沒有需要 需要 那你認為我們人類有沒有能力改變 有沒有 有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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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問自己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變這樣 不就是人類一直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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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變這樣了嗎 單獨一個人沒有辦法改變 我們今天在這邊上課也是希望喚起更多的人 有共同的意向 來 改變改變我們現在的困境 而不是在體制內 一直在那邊輪迴 來 我們要講一下歷史 因為早上這個時間 想歷史一定會睡著 一定會睡著 所以當你快睡著的時候 去 身份呼吸一下 站起來 走一走 來 為什麼會講這個東西 其實人類的歷史有很久遠 那是我抓一個時間點做開始 因為西方文明大概就在那個時間點 演進 就是發展過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世界史喔 你仔細看 這邊有個羅馬帝國有沒有 很大 你看這邊有日本 中國、印度什麼什麼等等這些 你不要把它當國家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名詞 你都會當國家 不要當國家 你要當地理位置 你就看得懂 這個歷史是什麼眼鏡 地理位置喔 因為我們現在的國家 是已經穩定下來 國民跟地區 比較能夠吻合了 可是古時候的國家型態 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世界史這樣子發展下來 有一些帝國啊 它是橫跨不同的地區位置的 所以你如果把它當國家 你會覺得說 這個喔 就會變成什麼 為什麼中國 他們會一直教導我們 那是我們的五千年歷史 他會這樣子 他會這樣子教導我們 然後就把那個東西都當自己 可是你看喔 你看這個羅馬帝國好了 這羅馬帝國 現在意大利的首都 是羅馬 沒錯嘛 那意大利的首都 羅馬 羅馬市的市民 他會跟其他的國家說 我是正統的羅馬傳統 那個三千年的羅馬 他會這樣講 不會 因為他如果這樣講的話 就德國也要這樣講 法國也要這樣講 俄羅斯也要這樣講 土耳其人也要這樣講 他會跟你說我們 就是土耳其人 會不會跑到俄羅斯 跑到德國 跑到法國說 欸我們都是羅馬的 我們有三千年的歷史 你用這種史觀去套在那個地方 你就覺得很好笑 可是在中國這一塊呢 一樣也有很多的這樣的歷史 結果呢 很多這樣的歷史 這一票人到處都跟人家講說 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 所以那個史觀的 那個概念不太一樣 這群人 現在的這一群人 他們會認為 欸有關係的是 叫做共同史 永東樹 但他不會以這個說 啊 我很驕傲 我是羅馬 我們有三千年的文化 沒有這種 這種氛圍出來 可是 中國這一塊就很特別 好 我們看一下古歐洲 巴斯紀之前 前巴斯紀 這個時候呢 菲尼基人 在那個 地中海附近 發展起來 然後 當然有 這個發展起來 地中海 貿易 貿易就是有 有很多的 資源的掠奪 然後 你看那個時候就有文字 我會選擇這個就是 從文字開始 我們現在看到的 希伯萊 希臘 拉丁 是同一個源頭 同一個源頭 阿菲尼基人 是什麼人 他就是海盜 中國史教我們 對海盜的印象 是負面的 對不對 可是你要想在那個時代 搶人的人 跟被搶的人 現在是不一樣的 被搶的人說他們是壞蛋 搶人的人 他們會認為他們是壞蛋嗎 不會啊 他們也是為了生存 他們搶完回家之後 他們的孩子也是跟他 抱著 爸爸 辛苦了 回來了 他們沒有這種 所謂的 牌道的觀念 他們覺得爸爸是在海上工作的 這樣子 希臘文 在這個時候 已經八世紀前 希臘文 大概就三千年的歷史 你知道 你也會希臘文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有在講希臘文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們數學不是學的 援衆率 拍 拍那個就是希臘文 什麼 數學那些 都是希臘文 對不對 你的手機幾G 那G感 希臘文 你的那個圖片幾Mega 希臘文 我們都在使用這東西 我們不自覺 剛剛有講 剛剛有講 這邊 希伯萊 拉丁 這個東西 我們很多東西 都已經滲透到文化裡面 你會發覺 知道嗎 你也會阿拉伯文 你知道嗎 這個不叫阿拉伯文 阿拉伯數字 我們都已經習以為想 這個都已經直接在我們腦海裡面做 反射 這我們是被教育出來的 你也會英文 不是嗎 我們現在說你會 我在說你會 不是表示說你很精通 是你知道懂的那些片段 來 古希臘聯邦 古希臘你看三七年前他們就知道說 一個一個部落大小的部落拼在一個大 比較更大的狀態就是聯邦 他們就在玩聯盟的東西了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再去看 另外 所謂的情死亡 統一六國是什麼東西 就是聯邦 只是中國這個地方的人民族性 就經常這樣子 我看你不習慣就把你殺掉 看你不習慣就把你推翻 看你不習慣就把你雷格革命掉 可是這種東西在西方也發生過 你看 希臘這個時候 古風時期 出現於希臘黑暗時代之後 什麼叫希臘黑暗時代 那個前八世紀的之前 有一段很長的時代 應該是說文明沒有發展 然後有一些消失的一些文明 那這個時代開始 民主宗教哲學等等 這些思想出現 出現 人家去發覺 那時候 有一些文字紀錄 那建築有這種東西 大家有看過這個嗎 應該有吧 台灣也有 這種東西影響到台灣 我們一直覺得說 我們台灣有什麼本土本土 台灣真正本土的建築物 大概是投他出的 可是這個東西出現在台灣 這跟我們有關係 大家有看過類似這種有沒有 就是那個土地銀行就是這種建築物 台北也有 台南也有 這個就是希臘神殿 大家知道 這每一塊 這柱子是好幾塊疊起來的 它裡面沒有鋼筋耶 它是整塊大理石雕刻出來 一個凸一個凹 然後這樣一個一個疊上去 疊上去還要整齊還要漂亮 還要有視覺的那個美學在 你要想想那個時候怎麼疊上去 那時候哪個吊車啊 那你想要有人工要疊上去 這個 物理啦 這都力學啦 結構學啊 建築設計 這都在裡面啊 美學也是在裡面 那個時代的文明有很多東西 所以呢 文童建築等於時代精神 時代精神 有出現的有沒有 我剛剛在講的 太 時代 精神 它包含了很多的那個思想在裡面 有 有哲學、神學、數學、幾何學、美學、工藝等等在裡面 我們看到一棟建築物就有這種東西在裡面 所以你再看看我們日本時代 留下來的建築物是什麼 就是這一類的嘛 因為那時候 我們先民 祖先那些 阿公阿嬤做那一輩 他們出國留學去歐美留學 把最好的學回來 應用在這一塊土地上啊 那怎麼會有家人下去 不然怎麼會有那些 台中火車站 台北火車站 台北火車已經被拆掉了 新竹火車站 為什麼會有這種歐式的建築物 那你覺得那是漂亮是美的 把它蓋在這裡 因為台灣那時候 沒什麼建築物來 唯一有的建築物就是 台北什麼 東門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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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那個所謂的 中式的那種建築物 比較大小的 說話那個 你有沒有覺得 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河南人來台灣要蓋城 建造城牆 叫做熱蘭遮城 雕堡 清朝人來台灣也要蓋城 因為做紀錄來 舊紀錄來說 他要防土匪 那 我們要問 日本為什麼來這邊沒有蓋城 沒有 沒有一棟建築物蓋城 他還蓋車站 讓你人可以跑來跑去 殖民跟 那個 把這些當成自己的 國土的差別 殖民者跟那個 那種 真的是愛戴這塊土地的人的差別 就在這裡 因為他們外來的 他們要蓋城 要防土匪 土匪都在地的啊 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 對他們的眼中是土匪 只是這個 正史的 执筆者 把它寫成 土匪 他們是外來的 他們要蓋城牆 防禦自己 就是防禦別人 保護自己 所以他們要蓋城 所以我們現在留的古城 都是清朝蓋的啊 不然 另外一個就是 何來的人蓋著這樣子 日本來沒有蓋城 日本來沒有蓋城 所以那時候什麼 土匪啊 地方的流 扣什麼 就是我們在地的 為什麼 我們這邊的居住地 我們本來就在這裡 你來都搶奪我們的資源 我們當然要把你除掉 所以 平地是平土族 住在山區 就是高砂族 出草習慣都有 就文史紀錄都有了 大家撒來撒去 那實在是這樣 好 這個是我去法國拍的 你看 這個是在那個法國那個 凱旋門的最上面 我爬上去 然後一拍 結果呢 它是放射中 看高度是放射中 有一句話叫做 然後條條到大路 通通 為什麼 羅馬時代就是 它的路啊 都開得很直 要讓馬車過去 軍隊過去 比較快速 所以它的路都會開得很多 那這種放射狀 進來 那個 凱旋門的時候 他就用圓環的道路 把這個車流量紓困出去 所以你看喔 台南的圓環特別多 日本人知道這種交通的規劃 是這樣子 當然 就現在的車流量來說 圓環似乎已經會打結了 那以前 你想 那個軍隊 是這樣 還有這個東西 兩百年了 兩百年了 也是這麼一根而已 就這麼一根而已 這個 這個 反爾賽宮 一個宮殿 可以撐著這樣幾百年 中國文化裡面沒有什麼東西啊 無啊 紫金層 紫金層 那這個 兩百年 裡面還是非常漂亮 這個 聖母院 這整個都石頭蓋了 也沒有鋼筋 那時候可以蓋那麼高 然後雕的 像藝術品這樣 整個 整個建築物就是藝術品 我們來講一下 你講到希臘俄學 大概就會講到這三個 希臘三節 蘇格拉里的名言 我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 他的學生都問他很多問題 而他竟然說他一無所知 不是一無所知 是他會去思考 學生問的問題 我們台灣現在是這種教育啊 對不對 我們台灣的教養是 對孩子說 我今天做什麼 做什麼 你說什麼 他只意給你衝他 我們教育是那種 鴨制式的 那種舔鴨式的 西方他們頭腦就開始在斷 兩三千年前就開始在斷 柏拉圖 唯一的好 就是唯一的善 他們說善或惡人 唯一的好 就是知識 唯一的惡是無知 他的意思是說 人應該是要 不斷地去追求 認識這個世界 認識自己 認識別人 這都是知識 所以剛剛不是有講到一個 灰惡眼賴 認識世界啊 一直在認識世界 亞里斯多德 我們真正的朋友是一體同心 因為我們兩個不同的個體 但是我們有同樣的心智 希望用這個來 跟大家勉勵 走你的路吧 不必理會 別人怎麼說 我相信每個人在做事情 做抉擇的時候 你的身旁都照一定有很多聲音 你覺得好嗎 你去那些唱片集團 也能夠嗎 你覺得好嗎 你去那些台詞 你覺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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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會有這種意見 你在做一個抉擇的時候 做弦力的時候 也是啊 這樣才能抬 這樣是不是會有點料理 很多 後面的正面的 你要剛剛做抉擇 可是你要下列決心 羅馬共和國於西元前 5090建立 整個義大利歐洲 到了公元150年領土最大 你看整個羅馬 他從奧古斯都開創帝國制度 一直到這邊為止 大概1500年 有哪一個帝國可以1500年 可是他這1500年不是都不會變的 他裡面一直在 他們內部也在衝突 也在戰爭 也在改革 雖然 他是同一個羅馬帝國 Embrot Embrot是什麼 皇帝 全世界到現在 還有在用這個名詞的是誰 就剩下日本天皇而已 連女王的位置都還 英國女王的位置都還比他低 他是王啊 可是這是王啊 你要知道他的差異性嗎 每一個聯邦 你也想 等一下 我看到那個圖 每一個圖 每一個邦國都有一個王 所有的王集合起來 共互一個共互 叫做皇 皇帝 皇帝 你去查那邊的 幫你解釋名詞就是這樣子 擁有絕對的主權 絕對的力量 然後 制定一些規則 的一個人 制定帝國規則的一個人 接下來我們引進這四個概念 法律文化政治當教 這四個概念 一直在人類的歷史裡面交叉一下 互相一下 然後 彼此 有的長 有的進 彼此小長 對不對 這個東西如果結合得很深 不是很好的時代 就是很差的時代 不是很老的時代 就是很差的時代 如果 如果 法律 去限制了 政治 限制了文化 限制了宗教 就是一種破壞 宗教大到可以影響法律 也是破壞 宗教大到可以影響法律 這個人 羅馬皇帝 你看他出生幾年 到此 這邊 三十一歲 他活三十一歲 可是他非常有名 你有看過這個軟體嗎 燒光點軟體嗎 為什麼會用他的名字 因為他有會燒 你看這個icon 羅馬的競技場 然後有火 火燒羅馬城 火燒羅馬城 他這個時間 就 我覺得有人 那皇帝他過得太耍了 他會做一些瘋狂的事情 來刺激他 所以 他就把羅馬城燒掉 然後嫁禍給那時候的基督徒 我們基督教呢 我們談到了 那個 耶穌有人說 我們現在有紀元公元 就是從耶穌出生來 開始計算 當一年 西元一年 那這個時代呢 就是所謂的基督教 剛剛發展的時期 那 宗教呢 很害怕 那個政治很害怕宗教 很害怕宗教 因為你一群人聚在一起 那個力量如果不去限制他 有可能會影響到 現在當權者的位置 所以 這種破壞通常 在歷史上出現 經常出現 然後 他 泥路放了火燒羅馬城 把這個禍陰架禍給基督徒 因為那時候的政治手段 一直在壓迫基督徒 那基督徒的情形是這樣子 信了耶穌得了永生之後 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不是從此過的幸福快樂日子 基督徒信了耶穌得了永生 他覺得生命 離魂得到永生之後 他再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麼 要讓社會制度更完善 所以會從事社會制度的改革 基督徒正常基督徒會做這個事情 所以呢 這些人呢 就會對當權者造成有壓力 那當權者當然要破壞他 那就做這種動作 就把你拉開 那中國也有種 酷刑都有這種東西 無法分之什麼 那當然有人說 那當然有人說 他沒有 尼路沒有 沒有 沒有燒這個 因為這個落成的時間不一樣 你看 那這尼路好像就死掉了 所以 我有去查 這個Icon 只是讓你辨識說 他就是羅馬的意思 比較容易辨識的 那尼路沒有燒的經濟廠 因為經濟廠的開工時間都已經 他死後已經30年了 經濟廠當初用來幹嘛的 這個是後來人想像的土 就是 放獅子 羅馬人喜歡看戲 放獅子 然後叫一些士兵罪犯 去跟獅子搏鬥 然後 跟獅子搏鬥之後呢 活下來了 你如果是罪犯你活下來了 你就得到自由 如果沒有 那就死掉 就可以死掉 那 他 他也把基督徒拿來當餵獅子 拿來餵獅子 拿來餵獅子 那 一群人餵獅子 你要怎麼活下來了 你怎麼跟獅子拚鬥 我教你一方 你會永遠躲在人後面就好 因為前面都吃飽了 都不會吃飽了 你一定要做最後一點 好 這個 這個時代呢 很多士兵 那戰 那戰俘 打仗 俘虜回來的戰俘 或者是犯罪的人 都會丟到競技場 那時候連那種基督徒抓到 因為你是 那個聖經都沒有記載嗎 所有的人都要跟凱撒 跪 拜 可是 猶太教 基督教 那種一神教 都不對人 對那個 那個相拜 所以呢 他們就覺得 你這樣子違反國家的法律 所以 要除行 來 我們再回來看這一個 宗教 在 那個啟蒙運動之後 宗教的那個神性的光芒 慢慢消失 我們以前以為 打雷就是雷神啊 下雨雨神啊 閃電有閃電的神 何有何神 三有三神 我們對自然界的力量 都會覺得說 背後有一股神靈的力量 可是啟蒙運動之後 開始解構那些東西 宗教的光芒不見 慢慢不見 可是到現代文明呢 人類創造出 新的宗教 那叫做什麼嗎 知道嗎 什麼是新的宗教 新的宗教就是 遊行文化 遊行文化 然後 以科學 做 基礎 以科學做基礎 以科學做基礎 那流行文化 宗教裡面有什麼 有一個敬拜 有一個 對象 敗的對象 可是當人這些東西 移除掉 什麼 人類就創造了 新的文化 流行文化 所以為什麼叫 明星叫做偶像 為什麼會叫他 idol 為什麼會叫他偶像 因為明星在唱歌的時候 台下有一群信徒 我現在看為粉絲 他唱到某首歌的時候 跟你一起的共鳴 台下的粉絲就掉下了眼淚 這跟宗教很像 有沒有 這跟宗教很像 宗教某個聖人 然後 執行的某種能力 他的信徒 就掉下了眼淚 所以現在的 現在的宗教 已經不太像宗教 他比較像文化 現在就要唱到這種東西